买了PS5有哪些值得玩的游戏 这个视频给各位推荐几个 从索尼的第一方独占到第三方的热门 从双而双打游戏到经典游戏 有我通关过的也有我尝试过的 下面正式开始 第一个战神4和战神5诸神黄昏 都是单人游戏剧情动作加解谜 典型的三A大作英文语音中文字幕 四代和五代在剧情上有连续性 建议先玩四代 在PS5上四代可以4K60帧 玩之前先设置成性能模式 建议关掉动态模糊 避免头晕 战神4在PS1档会员里面 有一个精选级 在那里面可以免费领取游玩 战神5目前是PS独占 推荐买光盘玩 目前二手价格是400块钱 全新的450 有很多玩家是冲着战神才买的PS5 不过游戏这东西 别人说的再好 也不一定所有人都喜欢 如果不好玩 这个游戏盘还可以卖掉 第二款 双人成型 双人游戏只能两个人玩 第三方全平台游戏 TGA2021年度游戏 属于合作解谜类型的 难度适中 根据我所得到的反馈 有些学龄前的儿童都能通关 但有很多40家的大妈会选择中途放弃 英文语音 中文字幕 目前港服PSN商店打四折 折后127.6港币 双人成型的PS4版光盘 目前是200块钱 二手的 买了之后可以免费升级成PS5版本 如果有人陪你玩 这是一款绝对值得玩的好游戏 下一款宇宙机器人 PS5独占游戏 我们可以免费从港服的PSN下载 单人游戏 适合全年龄有玩 这可能是PS5平台上 能发挥PS5手柄特性的最佳游戏 下一款 FIFA23和NBA2K23 这两款都是年货游戏 每年出一作 是第三方全平台游戏 可单打可双打 推荐给喜欢足球篮球的同学 因为是年货游戏 在这一年中 不同阶段降价会很厉害 目前NBA2K23的光盘 全新的240 FIFA23 二手光盘400多 下一款 神秘海域和美国末日 这两个系列都是玩皮狗的游戏 属于热门3A必玩的游戏 神秘海域PS5版 全新光盘目前是200出头 美国末日一代的PS5版重制版 全新盘目前不到400块钱 这两款游戏都属于老游戏的重制 但对于没玩过的同学来说 绝对值得一试 如果不好玩或者不适合你 可以把盘卖掉 美墨一代和二代有延续性 建议先玩一代 另外一代有PS5重制版 画面声音效果更好 内容是一样的 神秘海域的一二三代 由于画面比较差 建议后玩 下一款 爱尔登法环 之狼 恶魔之魂重制版 血缘诅咒 这几个一块说 因为它们都是魂系列作品 老头环荣获了 TGA2022年年度游戏 据说老头环是最适合 新人玩家的魂游戏 爱尔登法环 PS5版的二手光盘 是350块钱 有中文 如果你不确定 是否适合老头环 或者之狼这种魂系列游戏 可以先尝试 恶魔之魂PS5重制版 这款游戏 目前在PS2档会员库里 血缘诅咒 在一档会员的竞选集里 可以先体验一下 这两款游戏 再决定是否购买 二龙法环 由于时间关系 我就挑了几个必玩的 其实还有很多 好玩的游戏推荐 我们评论区见